欢迎大家收看科技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项价值350亿美元的超级合并 加强了一个安静的芯片垄断市场 最高法院已进入AI聊天室 中国研发的电池可以在不充电的情况下 持续使用50年 为什么贝莱的公司在基础设施上压住数十亿美元 AI生成的内容提高了信任的价值 请大家收看 一项价值350亿美元的超级合并 加强了一个安静的芯片垄断市场 经济学人 惠普企业Hope以140亿美元 收购了电信设备制造商Juniper Networks 这一收购是半导体供应链整合的 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 自2018年以来 芯片设计软件销售额增长了12% 是整个芯片行业增速的两倍 达到了150亿美元 Synopsis和Cadence分别占据了该市场的三分之一 而西门子则遥遥领先 Juniper Networks的收购 凸显了这个领域的重要性 因为像英伟达和AMD这样的芯片制造商 正在竞相开发更好的图形处理单元 最高法院已进入AI聊天室 华盛顿邮报 美国最高法院表示 他才刚刚开始考虑人工智能 AI对法律体系的挑战 包括监管 法院预计将考虑切尔维恩推误原则 该原则规定 法院必须推误给机构对其监管的法律的解释 只要解释是合理的 并且该问题尚未得到国会的解决 如果推翻切尔维恩原则 联邦机构的权力将大大减少 虽然这个案件涉及到人工智能 但埃琳娜 塔根大法官表示 人工智能可能需要真正了解 人工智能的人来决定其未来 布雷特 塔瓦诺大法官表示 人工智能已经受到赋予机构 广泛政策自由裁量权的法律的覆盖 美国监管机构已承诺 利用现有法律打击人工智能的滥用行为 中国研发的电池可以在不充电的情况下 持续使用50年 南华早报 中国初创企业 贝塔福特科技已经开发出一种核动力电池 据称 其寿命可能比其所供电的设备还要长 这款名为 BV100的电池尺寸为 15毫米乘15毫米乘5毫米 可以在不充电的情况下 提供50年的电力 利用核同位素释放的能量 并将其转化为电力 这种电池可以使智能手机无限期的工作 而不需要充电 该公司表示 计划在2022年底之前 大规模生产这种电池 并在明年推出一瓦特版本 为什么贝莱的公司 在基础设施上压住数十亿美元 经济学人 基础设施投资业务 正处于一场基础设施革命的前夜 据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拉里 分客Larry Figg表示 根据数据提供商推进的数据 过去十年中 该行业的资产管理规模 已增至1.3万亿美元 回报丰厚且相对稳定 据称 公司将管道和移动通信塔等资产 转让给基础设施投资者 以及政府寻求私人投资者 来更新老化基础设施的做法 有助于推动了兴趣的增加 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增加 主要受到三大趋势的推动 脱碳 数字化 和去全球化 预计对可再生能源 电池 输电线路 氢能设施 碳去除 光纤电缆 5G网络 数据中心 和新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增加 基础设施投资者正在填补政府和企业负债 加重的空白 大多数投资者一直专注于西方市场 但新兴市场投资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据黑石集团最新收购的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 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拉吉 Lao Rajro表示 AI生成的内容提高了信任的价值 经济学人 人工智能 AA的进步使得越来越难以检测到虚假内容 比如图片 视频和音频 AI生成的内容变得更加逼真 可以轻易用于恶意目的 比如电话诈骗或制作政治家的假视频 虽然目前有一些方法可以发现虚假内容 但AI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检测方法 这引发了对于可能出现的反乌托邦情景的担忧 比如制作虚假色情图片或视频进行勒索 然而社会将适应这些伪造品 并且关注声誉和来源将变得更加重要 以确定内容的可信度 一本新书探讨了版权的过去和未来 经济学人 大卫 雷洛斯 David Bellos 和亚历山大 能塔古 Alexander Montague 合著的《谁拥有》这个句子 一书探讨了版权法的历史和复杂性 作者认为 版权已经从支持创作者转变为 使富人和权贵受益 他们讨论了 版权法随时间重新定义的方式 以及对艺术家和作家的影响 该书还涉及版权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兴问题 因为艺术家和作家寻求对其作品 在人工智能模型中使用的认可和补偿 版权法与人工智能的未来关系仍然不确定 达沃斯的精英们 在2023年接受了人工智能 现在他们对它感到恐惧 华盛顿邮报 世界经济论坛WEF在达沃斯开始了 人工智能似乎不再是去年那样令人惊叹的技术了 虽然对人工智能潜力的兴奋仍然很强烈 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与之相关的风险 人们担心人工智能可能会增加虚假信息的传播 取代工作岗位 并加深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 这引发了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呼吁 并努力对该技术进行监管 然而 协调人工智能全球战略的努力 受到了美中经济紧张关系 以及竞争的地缘政治利益的阻碍 人工智能的辩论 反映了达沃斯的一个更广泛的悖论 即在全球冲突 崛起的民粹主义和气候威胁的背景下 人们越来越质疑该会议的相关性 科技公司并不等待政府赶上 而是继续推进人工智能的发展 然而 政策制定者仍然担心 公司没有做足够的努力 来解决其产品的社会影响 新的供应链规定 给德国企业带来了繁文入节的束缚 彭博社 德国的供应链法 要求至少拥有一千名员工的公司 尊重人权和环境 但该法律正面临来自 已经艰难的公司的批评 该法律于1月1日生效 被描述为灾难性实施 并被视为现有经济挑战中的额外繁文入节 违反该法律可能会使公司损失 高达800万欧元 870万美元 或全球年营业额的2% 该法律被认为会减少供应链的多样性 并可能推高成本 本田预计到2024年 由于混合动力车型的推动 其在美国的销售额将增长10% 彭博社 本田预计今年在美国销售140万辆汽车 这是三年来销售额首次达到这个水平 该汽车制造商计划在2024年将销售额增长10% 其中本田品牌汽车销售130万辆 Acurad品牌汽车和SUV销售15万辆 本田在2023年的美国销售额增长了33% 达到了130万辆汽车 其中四分之一来自混合动力车型 该公司计划保持库存平衡 避免市场过度供应 两款新的全电动汽车 Honda Prolog和Acurad CDX的首批交付 计划于今年年初完成 OpenAI的Sam Altman表示 人工智能不应该做出生死攸关的决策 CNN 根据OpenAI的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 在人工智能AA的进步之下 人类的决策将继续塑造世界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 Altman认为 虽然AA在某些领域如头脑风暴和编码辅助终横有用 但它无法处理生死攸关的情况 Altman认为 OpenAI的Chat GPT等生成是 AI系统将成为社会的积极力量 但它表示需要监管来减轻潜在的负面影响 Salesforce首席执行官Mark Benioff表示赞同 他说AI并不是用来取代人类 而是增强他们的能力 艺术家苏辉宇在新加坡艺术州表示 我开始意识到身体是政治的 金融时报 台湾艺术家苏辉宇以突破界限的作品而闻名 探索着违规、性别和政治压抑等主题 苏对违规的兴趣 源自上世纪80年代 台湾人民在戒严时期所经历的集体性压抑 他的作品旨在表达当时普遍存在的 对境欲望的记忆 苏的艺术作品在保守的环境中 如新加坡经常面临审查和限制 他的电影《超级禁忌》 在新加坡没有获得评级 无法由亚洲电影档案馆放映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苏继续创作突破界限 挑战社会规范的作品 他最近的项目探索了台湾历史上的压迫与解放主题 以及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苏对技术的无序发展及其对亚洲社会的影响 以及台湾的政治局势表示关切 然而 他也将自己的艺术视为拥抱混乱 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方式 乌克兰战争 照片保护宾威文化遗址 德国之声 据基辅文化部称 自2022年2月俄罗斯开始进攻以来 乌克兰已有800多处文化遗址遭到破坏或摧毁 其中包括120处具有国家重要性的文化遗址 破坏仍在继续 战争看不到尽头 艺术史文献中心DDK Build Arcade Photo Marble 在乌克兰启动了一个摄影项目 以记录具有历史或文化意义的建筑 其目的是为重建 科学文献和文化纪念提供基础 以防它们遭到破坏 该项目由德国政府和各基金会共同资助 美国调查被选中将洛杉矶新篮球场变绿的公司 彭博社 根据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 美国司法部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正在调查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金融科技公司 Expiration 以确定该公司是否在销售碳抵消额时误导了客户 Expiration是自愿碳信用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并与洛杉矶快船等体育队伍合作 帮助抵消其碳足迹 调查人员还在审查 Expiration的联合创始人 Joseph Sandberg和Andre Cherny的行为 尽管他们目前都不是该公司的高管 这些调查是对自愿碳信用市场的 更广泛打击的一部分 该市场近年来迅速增长 现在价值约为20亿美元 估计到2050年 它可能价值2500亿美元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呼吁举报人站出来 并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 来揪出该行业中的不当行为 抖音加强对制作有害内容的 直播主播的监管 南华早报 抖音是TikTok的中国兄弟应用程序 它已经删除了超过29万个 直播主持人账户 以打击诸如低俗内容 和金钱诱惑等有害做法 这次打击行动贯穿了整个2023年 包括删除了中国中部湖南省省会长沙市的 一万多个账户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根除恶意在线内容 对直播行业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预计2023年 直播行业将赚取7000亿元人民币 982亿美元 中国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大型飞机风动综合体 南华早报 中国学术期刊《空气动力学学报》上的一篇论文显示 中国的风动综合体比美国和欧洲的总和还要大 有4座风动超过8米 而美国和欧洲最大的风动只有5米 该综合体在开发C919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C919是一架中国商用喷气式飞机 与波音737和空客A320相比 其内部空间更宽敞 空气阻力更低 噪音水平更低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C919的整体运营成本比西方竞争对手低10%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周定期为您播送新闻的观察员 本周我们看到了一项价值350亿美元的超级合并 一个AI聊天室的重要性 中国研发的持久电池 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 以及人工智能对内容可信度的影响 此外 还有关于版权的书籍探讨 达沃斯精英对人工智能的恐惧 德国供应链法的限制 本田在美国市场的增长 以及OpenAI和Salesforce首席执行官对人工智能的看法 最后 我们还介绍了一位台湾艺术家的作品 乌克兰文化遗址的保护 和美国对Aspiration公司的调查 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这次芯片行业的超级合并将加强一个原本安静的垄断市场 为整个行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 这将有助于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 另外 AI对法律体系的挑战已经引起了最高法院的关注 法院将考虑如何监管和解释与AI相关的法律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我们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带来很大的挑战 而中国研发的电池技术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这种持久电池的推出将彻底改变我们对电池寿命的认知 这将为智能设备的使用带来更多便利 减少电池充电的频率 此外 基础设施投资业务正处于一场基础设施革命的前夜 这将为可再生能源 电池 数据中心等领域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 基础设施投资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另外 我们还看到了人工智能对内容可信度的影响 随着AI生成内容的进步 虚假内容的检测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挑战 但也提醒我们要更加关注内容的来源和可信度 我们需要发展更有效的方法来辨别真实和虚假的信息 最后 我们还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对未来的担忧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 比如虚假信息的传播和工作岗位的取代 这引发了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呼吁 并努力对该技术进行监管 但是 我们也要注意 科技公司在不等待政府的情况下 继续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这引发了关于达沃斯论坛的相关性的质疑 以及政府在应对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方面是否做得足够 以上是对本周新闻的深入分析和观点分享 现在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您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和问题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